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当天对特朗普和其他美国高官提出指控 但他仅点出了特朗普的名字 并强调即使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 伊朗方面也不会停止诉讼 报道称 德黑兰检察官阿里认为 特朗普等36人参与了针对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高级军官苏莱曼尼的袭击事件 将面临谋杀及恐怖主义指控 伊朗革命卫队精锐圣城军领导人卡西姆·苏莱曼尼 1月3日凌晨遭美军空袭身亡 美军无人机发射了4枚精确制导导弹 击中在巴格达国际机场迎接苏莱曼尼的两辆小汽车 人民动员力量副司令官阿布马赫迪·莫海迪斯也同时被炸身亡 美军称人民动员力量要为美国驻伊拉克使馆遭攻击负责 美国国防部便称空袭是为了保护美国人 因为苏莱曼尼正积极筹划谋杀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外交人员 强调苏莱曼尼长期策划实施袭击 支持伊朗代理人 并且他要为去年12月一名美国军方承包商在伊拉克遇袭身亡负责 苏莱曼尼还要为另外数百名美国人的死亡负责 因此特朗普授权军方将其斩首 美国伊朗事务特别代表胡克对此回应称 没人会把他当回事 胡克还提出要求联合国延长对伊朗的武器禁运 就在伊朗发出代布令前不久 当地时间6月25日 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抵达威斯康星州绿湾的奥斯汀斯特劳贝尔国际机场 计划参观绿湾市政厅 国际刑警组织通常会收到请求以后召开委员会会议 并讨论是否与成员国共享案件信息 但截至目前为止 总部设在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并没有立即就此事进行回复 另据美联社报道 国际刑警组织29日对伊朗的请求作出回应称 根据组织宪章 国际刑警组织不参与任何政治、军事、宗教和种族活动 因此不会考虑伊朗方面的相关请求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